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国家气象局表示已经向全国28个州 发出了高温警告和建议 厄克勒和马州的一些地区达到了115度 而达拉斯地区达到了109度 俄州的紧急医疗服务部门报告称 今年与高温有关的呼叫有所增加 至今已经接到了250个求助电话 费城则在今天宣布进入高温健康紧急状态 并未经历高温的居民设立了热线号码 波士顿开设了社区中心和游泳池 为居民提供降温场所 波士顿市长吴敏也强调 目前气候变化对市民的健康构成了威胁 希望社区之间能互相照看 凤凰城在今天下午的气温将达到113度 明天下午会继续增加到115度 气候科学家警告说热量的影响是累积的 身体只有在温度降至80度以下时才会开始恢复 但目前的情况看来热浪将会比以往更强烈更持久 两名消息人士透露 国土安全局的内部监管机构已经从今天开始对此前销毁1月6日国会骚乱电话短信的事件进行行事调查 特勤局在今天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们的确收到了国土安全部监察长的信件 其中写道立即避免潜在的证人对调查行动进行干扰 特勤局也强调他们会配合法律审查 确保与所有监督工作充分合作 并避免彼此之间产生冲突 特勤局此前表示短信遭到删除是因为设备更换所导致的结果 但1月6日调查委员会则认为 特勤局删除信息的做法已经违反了联邦记录保存法 从本周一开始 加州的奥克兰市港口出现了大批卡车司机 罢工抗议加州的劳工法 导致主要港口的货船交通堵塞 码头上的货物堆积 卡车司机们不满的法律为第五号议会法案 也被称之为零工工人法 该法案将是公司把工人们归类于独立承包商 因此不会享有例如员工福利 加班补贴或者并驾补贴等等政策 不过该港口作为全国最繁忙的十大港口之一 有正值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旺季 如果抗议活动持续将会进一步加剧 目前紧张的供应链问题 拜登总统在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 美军认为众员议长佩洛西的台湾之行 现在并不是一个好注意 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也在随后补充说 中国看到了俄罗斯在乌克兰遭受的失败 但化了习近平在今年晚些时候采取行动的可能 情报局认为中国已经看到了他们无法以压倒性的力量 取得快速决定性的胜利 因此中国必须要在信息的控制和避免遭受 国际经济制裁上做好更多的准备 佩洛西则在今天回应称 他听到了传闻 但还没有从拜登总统的口中听到 阻止他前往台湾的话语 佩洛西也强调对台湾的支持非常重要 但他也重申我们没有说过我们支持独立 这个要由台湾自己来做决定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继续锁定新闻